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这里是中国最前线 我是主持人紫钊 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稳住经济大盘会议 是本周的绝对重点新闻 我们一起就来跟进分析一下 墙内被宣传洗脑场 墙外被谣言骚扰 最近几个月以来 推特上的各路中南海情报员们特别的活跃 每天都有人会声会色的传什么 老干部集体震怒 习近平岌岌可危 李克强即将上位 中办主任都没他知道的多 利卡将看你们这么热情 不出来讲两句也不好 于是念了两句诗 狗利国家 抱歉串戏了 于是他就开了一个会 他还生怕他开会媒体不给报道 下面不看新闻不知道 层层传下去会议精神要走样 于是索性把他认为应该参加的人 全都一次性召集起来 5月25号 大家一起开个视频线上会议 这次开会的人有多少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 这次会议通知到了中国各省市县区级别 还包括国有企业和金融公司的代表 以一个街道会议通知的地级市为例 通知要求市长 副市长 市政府秘书长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政府办公室 其他党组成员 市级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特邀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而一个区级政府通知的参会者 包括区政府 区政府办全体负责人 区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部分区委工作机关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 各乡镇厂办主要负责人 平均一个县级单位参会人数又超过了50人 按全国2000多个县级单位计算 这次开会的人超过了10万 许多体制中人都表示 这种横向倒边纵向到底的大会 自己的记忆中还从未有过 这次会议其实仅仅是5月2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传达大会 在中国向来是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这种大会都是拿来传达既定的方针政策的 但这次大会不仅天降委 人没有出席 10万人里居然没有一个党委书记参加 难怪让墙外的许多人兴奋不已 许多人将这次大会 跟整整60年前那次召集全国县委书记 听毛泽东自我批评的7000人大会相提并论 但我们从会议的内容来看 仅仅涉及经济领域 而且每个人开篇都还要 感谢一番天降伟人的英明领导 虽然听起来可能会有种阴阳怪气的感觉 大家连一句正面批评 现行经济政策的提法都没有解决方案也只可能是各种头痛衣 头脚痛衣脚 解决方案的汇编 利卡将奥伯说是李中堂 一向习惯还给敌对势力提供炮弹 上次的6亿人月入1000被念到现在 这次则是二季度经济增长能保持正的就不错了 比起官方途径的各种稳中向好算是相当打脸 他老人家刚上台的时候有个很有名的克强经济学指标 就是不要看统计局数字 只看发电量 信贷发放量 货物运输量 而这次他直言不讳的说这三项指标都在下降 各大机构的分析师普遍预测中国经济二季度增长就在零上下 全年能保四真五就不错了 跟利卡将自己定的5.5乃至野生国师们的6.8这类神奇数字相差甚远 公开承认形势很坏不是坏事 除了宣传上有点吃亏 但这次会议好好几天了 上证指数也就意思性的涨了一个点 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会议到底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内心还是观望态度 各机构和媒体的判断无非是松房产宽财政 松货币扩基建 总之一句话 放水 关键这是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了 如果这些都有效 那你还开这个会赶吗 李中堂今年那股忧国忧民的样子 让很多8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十分感动 然病短 你们是不是忘了十年前他前任的样子 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已经是他老人家的垃圾事件 本身他的权力早已经被天降委人手下的各路小组架空的差不多了 他只是在表现他有在努力认真做事罢了 像他前任呼唤政改一样搞搞行为艺术 而且以天降委人的个性 好事都是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坏事都对别人在前面顶纲 推特海学家把这个只有行政首长没有党委书记的十万人大会说成是党政对立 但对中国当前的体制运作模式稍作研究就会知道 这恐怕就是天降委人自己的表态 事情要你来搞 我不给你背书也不给你什么支持 万一搞砸了这锅不就是我的 这导致这场看似气势庞大的大会沦为一场各路背锅匣们的吐槽大会 而中国经济真正患病的原因却没有一个人敢说 李中堂看似一副鞠躬尽瘁的样子 但表演起不管了睡大觉 马上反朝天降委人自己 他明明白白的给出了一个十分丧气的信号 老子没钱了 他老亲口确认 四月份同口径财政收入下降5.5% 护苏这月几个钱袋子省下降更明显 有些经济发达地区降了30%以上 房地产调控又把土地出让金收入打掉了30% 按照中国最近历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经济增长来看 这几个月中国GDP实际萎缩恐怕要远超5%了 这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首脑 当着十万人的面 庄严宣布 你们别问我要钱 我手里只有一笔总理预备金拿来应付天灾的 毕竟现在才刚入夏尔万 难保又来个洪水什么的 而且还要留着足够的军费 满足天降伟人星辰大海的野望 所以结论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 实际上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央行行长易刚 财政部部长刘峰 这经济口的三位主官已经充分表达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三万多亿的建设债券发下去了 一万多亿的退税减税高了 央行也开足马力印钱 咱们能干的都干了 中国政府官员拼命的说 我们已经做了XXX 但是就是不说效果如何的时候 通常都有某些难言的苦衷 财政口官员的苦衷大家都明白 现在这个鬼样子是我们搞出来的吗 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经济现在的症洁在于 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缺乏信心 不敢投资不敢消费 全面掉进流动性陷阱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财经官员们心中敞亮 嘴上却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 为了避免将来 自己成为给天降伟人背黑锅的人 虽然这个事情可能也由不得他自己 李中堂亲自带头渲染起悲情来 我现在很担心经济增长 跌出合理增长区间 中国这个体量如果跌出这个区间 备注我认为这是衰退的委婉说法 就很难回来了 李中堂虽然没什么实权 但毕竟是掌握着最全面信息的政府首脑 跟他前任那句不正改 就等着二次文革一样 他这句话可以当作正在实现的预言来看 恐怖程度还要高出一个亮机 中国未来如何 只能说官方吐槽 逼死海外同仁 用财经视角 剖析热点中的深层逻辑 嬉笑怒骂间 把握喧嚣下的中国脉动 内容相当靠谱 形势绝不严肃 关于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 有个挺精妙的形容 一个人被勒住脖子 口吐白沫翻白眼 眼看就要叽叽 家属组织大幅会诊 有说开刀的 有说保守治疗的 有说吃中药的 还有说跳大绳的 就是没人说把绳子松开一点 利卡将 不理中堂 明确无误的说 现在的经济形势 比两年前严重的多 两年前毕竟是突发性的天灾 目标明确 人心也容易挽回 但中国这种极权体制 尤其是现在存在天降伟人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强势 但实际上要顾忌 很多东西的半吊子暴君 止损止盈都是很困难的 两年前的疫情被控制住之后 中国一度获得的 率先复工复产优势 现在已经被消耗殆尽 在中国一度 全球最强大的一年时间里 天降伟人既没有及时 给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 补助纾困 也没有为疫情结束做准备 他都做了什么呢 对内一边搞自己的造神运动 一边忙着到处铁拳 实现他心目中的伟大社会 对外则四处开心 惹翻了几乎所有潜在盟友 到了全球新冠疫情 正常化的今年 反而搞起魔证防疫 彻底打垮了国内消费 也让之前迟疑观望的 外国资本下定决心跑路 而脑洞大开的打击资本 更是让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 和企业家彻底寒了心 结果是老板们纷纷选择 在家或者出国躺平 逼迫打工人在街上躺平 国外就更不用说了 曾经是中国大外宣 重要舞台的 达沃斯经济论坛 已经变成了 对天降伟人的批斗大会 甚至就在利卡将开会第二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直接做了所谓 全面应对中国挑战的报告 去年你们不是说 不吃我们这一套吗 你们中国人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这个意思吧 根据观察者网 和某些他们的海外信徒的说法 当今的西方各国政府 都是大资本的傀儡 那么他们这个话的意思 大概就是代表 大资本的意思了吧 大金主的翻脸 司徒雷登 势必不能不走 勒在中国经济脖子上的 几条绳子 利卡将看的 比我们大家都清楚 但这都全都是 天降伟人两个亲自出来的 他无力解决 也不想背锅 因此他提出的 几点解决措施 也是毫无新意 除了表达一种重视的态度 而且他的态度 似乎所有人 都不是特别注意 在这之外 有多大用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利卡将这些措施里面 有一些已经在做了 比如财政系统的减税降费 这实际上已经 列入今年的预算开支 但是企业大批停产 或者亏损状态 减税对他们的影响相当有限 又比如央行 开足马力放水 投放货币 结果却是巨量货币 留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套利 当然大基建之类 利牌操作自然是不会少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甚至连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 都是通过上次建设项目 搞以工代正 这是离了钢筋水泥不能活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 显而易见地出在需求段 企业的问题是没有需求 东西卖不出去 没有资金维系生产 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是 失业断粮或者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这种情况下 你却只想着减减税 或者反而想让人多多贷款 六个钱包买房 还要再加六笔消费贷 这已经不是隐证止渴了 是给快死人放血 政府如果要发钱 不管这个钱是自己省出来的 或是印出来的 都应该是直接补贴到 个人头上的消费 或者帮企业和个人减免债务 以便整个经济机器 能够重新转动起来 我想这个道理 利卡将和财经口的专家教授团队 应该都非常懂 奈何天降伟人 不知道听了哪位野生国士的高论 把发钱当作是 邪恶的帝国主义阴谋 自己公开说 绝不发福利养懒人 网络左翼们 基于厚望的天降伟人 才是最硬核的极右资本狗 绝不发钱 好像是利卡将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么一来确实也无法苛责他 你现在让人拿着铁鲜去炒菜 弄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而利卡将给出了 另一些解决方案 准确地说 其中某些属于没方案的方案 则更有可能变成催命符 比如央行系统公开提出 要财政赤字货币化 也就是政府缺钱 就找央行印 这倒是验证了 我上期节目的说法 央行作为最后的 职业官僚堡垒也投降了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 就会想到金元缺要什么的 当然总有董王会说 你看西方国家 疫情后别印了好多钱 我们之前没怎么印 现在印一点 也不会像他们一样通货膨胀 可是不要忘了 别的国家印钱 是为了给国民按人头发钱 放水带来的好处 被大家分享 穷人可能得益更多 物价在涨 但中下层工资涨更快 当然这也造成了 西方国家通胀率 降下来的速度 比较会比较缓慢 而你货币化的财政赤字 是拿去给体制内发工资 搞让自己大姨小舅子 发家的大基建的 在一个贫富差距 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的国家 这么玩 那只能说 估得for you all 另外某些催命符 则更加直接短平快 比如面对各地方 讨钱的时候表示 你们自己想办法 正常人都能想到 地方政府会有什么办法 不就杀大户呗 为了保住体制内基本盘 各地方为了掐饭 显然是不太会 把什么减税降费 真正当回事的 已经有不少地方传出 税务局公开说 企业如果想申请减税 就要查他们的账 中央官员们看似 担惊结律 给民间的那一点帮助 文件还没发下去 就伪消弥于无形 此外还有一些 诸如国际航班 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种东西大可以当作 俄罗斯杜马议员 给乌克兰和北约的习文来看 文笔还是不错的 没了 毕竟李卡将开了一个 这么热闹的大会 却不敢提动态清零 一个字的不是 指望中国能开放国门 可能已经不只是天真善良了 虽然这次会议 从形式到内容 李卡将的国务院系统 都对天降伟人 表现出了足够的公顺 但就凭这个吐槽大会上 爆出的无数黑料 让境外势力大喜着一点 天降伟人还是不服气的 就在开完十万人大会 第二天经济日报 代表天降伟人旗下的肉喇叭 发了一篇 辩证看待四月份 经济数据的雄文 这篇文章我只能说 辩证的看待 作者不一定是傻逼 比如举出一两个 勉强是证术的项目说 消费依然坚挺 上海封城让全国人民 都封抢冰箱 建议就把冰箱 作为指标论证 消费强劲增长吧 加上各种外资加码 产销增长 总之这篇我国经济 依然显出强大韧性的雄文 可以起个名字叫做 习维尼的平行世界 确实跟包括李中堂在内的 大多数人看到的相反 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指路为马式的忠诚测试 不要企图拿经济不好为理由 要这要那 试图质疑政的清零国策 经济没什么问题 你们不听话才是大问题 与那些急着看 中共大内斗的 中南海小道消息家不同 我觉得这篇最高指示 和十万人大会其实传达的消息 是类似的 管经济的行政官僚队伍 已经宣布正式躺平 而皇上也不在乎你们躺平 中国经济怎么样 基本上就是处于 统计局和新闻媒体的事情 大家还是多服用一些 内外宣政能量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此招下周 与您继续相约中国最前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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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